魏权高纤魏京啊 在一年多前呢 公司方面就已经知道 有这个假货 但是为什么引而不报呢 那时候只放了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防伪的标章 但是呢 没有防伪标章的 并没有全面的下架 那么台北县消保官 要求魏权公司 今天上午呢 来说明 结果被放鸽子了 消保官火大了 要求没有防伪标签的 魏权高纤魏京 全面下架 这次拉我 这次太过分了 这是什么赖公司 他今天 竟然说他不来 昨天讲好说要来 今天不来 一大早 北县法治局长 真的气炸了 原本跟魏权公司约好 要对贾魏京事件做说明 但魏权公司 竟然临时放法治局鸽子 我们会要求他下架 在他产品没有全面 加设防伪标签 既没有防伪 我们也要求他全面下架 等了一个上午 魏权爽约 反倒是集团董事长 出面回应 这已经第二次了吗 第二次了 之前发生过 怎么没有第一时间下架 大家现在最纳闷 这个问题 之前发生过没有告知 我们就是业务用的 业务用的 这家员工放法治局鸽子 董事长颜面扫地快闪走人 其实去年魏权就发现 有仿冒魏京 因此在包装上 加贴防伪雷射标 目前市面上 魏权魏京外盒图案 有大白菜和番茄两种 但有加防伪标的 只有大白菜 也就是说 番茄包装很容易买到假货 防伪标都贴在纸盒的条码上 会出现魏权的字样和logo 那接下来我们会去调查 那个500公克的 500公克的也没有防伪标志 而且在他们所提供给我们的 刑事判决里面 也有被防冒 有很多更强调天然的 然后更多这种天然风味的东西 其实在卖场上的销售 是越来越好的 那我想这个部分 可能会对这个品牌 造成一些销售上的影响 昨天大卖场 业者表示他们已经要求 为全公司提供产品的证明文件 但老字号的商欲要挽回 恐怕很难 专讯下期见 林小凡台北相报道